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1月6日委员会 今天对国会事件举行了新一轮听证会 委员会的副主席钱尼表示 他们已经向司法部通告 在举行听证会之前 前总统川普试图与一名接受传唤的证人进行联系 但据悉此人拒绝了川普的电话 并向律师咨询了相关信息 今天的听证会中 一位国会警察出庭作证 此人名叫阿奎利诺·戈内尔 是一名退伍军人 曾在伊拉克战争中服役一年 在国会警察部队服役16年 他在当天遭到暴徒的殴打和喷洒化学刺激物 导致右脚必须接受骨头接合手术 另外左肩也遭受了永久性的损伤 至今无法抬起左臂 将会在未来接受手术治疗 但即便手术成功 他也已经被团队告知 无法再从事警察相关工作 墨西哥总统佩洛斯 今天与拜登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 他在会议中同意赤资15亿美元 来改进边境的智能技术 两人还希望采取更多其他措施 例如扩大美国发放的工作签证数量 和欢迎更多难民 未来还将在墨西哥和瓜地马拉建立联合巡逻队 在共同的边界上追捕人口走私者 美国与墨西哥有着大约2000英里的边界 拜登政府也承诺会把关键部分的基础设施现代化 加强打击毒品走私 并促进清洁能源的生产 佩洛斯称美国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 支持乌克兰是严重的错误 并批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资金 比向中美洲提供的财政援助更快 被称为已知传播力最强的新冠变异病毒株 BA5近来在欧美各国快速扩散 白宫放映团队今天召开简报会说明最新情况 机共中心主任瓦伦斯基指出 BA5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病毒株 占全国约65%确诊 针对民众重复感染风险 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气说 即便曾经感染过原始的Omicron 亚新变异株BA1的民众 现在对抗BA4和BA5的保护力都不足 到该打疫苗或追加剂的时间就要去打 白宫防疫协调官及哈呼吁 不要等次世代疫苗 现在就去接种 这样夏天到秋天期间才有足够保护力 秋天之后再打次世代不会受影响 位于意大利南部纳布勒斯湾的维斯维火山 被誉为欧洲最危险的火山 再加上与庞贝古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直都是游客的热门景点 一名来自美国的23岁游客 今天在未经授权的小路上行走 结果在试图取回手机时掉入了火山口 被赶到现场的救护车就职之后 表示自己不想去医院 称他只有手臂和背部挤出瘀伤 据警方称这条道路有明显的危险警告 和禁止进入标志 检察官将决定是否以入侵公共领土的罪名 对他们进行正式指控 威斯维火山国家公园也警告称 火山虽然现在处于禁止状态 但其依旧活跃 游客这样擅闯境地的行为非常危险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华语电视完全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